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会祷告给上帝 祝福大家 请大家来跟我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基督现在今天是新年 希望这个新年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消息 一个好的生活 不管在哪一方面 都请你给大家祝福 今天也非常地感谢你主 因为我们有这个非常很宝贵的这个时间 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安息日的课程 请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 使我们能够很彻底的了解我们这个课程 我这样的祷告 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开始这一本 这一本是新的 那如果你们还没有这本课程 希望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到教会去领取 教会去领取 今天我们要开始这个新的这个课程 叫做启示录 今天三个月 我们要来研读这个这个经文 那今天 今天我们就来开始第一课 请大家来看 请大家来看 我们这个 这个圣经宇宙大学 我们这个节目是从圣经宇宙大学的节目过来 好 再看 我们这个存心节 今天圣经宇宙大学推荐 安息日课程 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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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叫做 来自白摩海的福音 来自白摩海的福音 请我们来看 存心节 存心节 启示录 第一章 第三课 念这书上 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我们知道 这个启示录都是预言的 预言还有就是说 因为日期尽了 意思就是说 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尽了 请我们来看 这个导言 这个导言说 来自白摩海岛的福音 这边说 大约两千年前 因作福音中心的见证人 使徒 使徒 使徒约翰被流放到爱琴海中 一个乱死的小岛 年迈的使徒 在罗马的渐境下受尽艰难 在一个特别的安息日 耶稣基督专程来看望他 以鼓励 鼓励这位苦难中的仆人 耶稣基督专程中 将教会历史的全景 历史教会历史的全景 以鼓励这位苦难中的仆人 耶稣基督专程中 以及上帝的子民 在等候救主复灵时 所要经历的事 尽数呈现在他眼前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启示录是由上帝把这个信息给这个约翰 使徒约翰 这个有关这个启示录 说历史的全景 历史的全景就是从开始 开始在主耶稣基督 还没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 一直到末时 就是我们现在 那这边说 约翰将意象中所见 都忠实地记录 在卷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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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就从前大概纸张 还没有吧 就把这个记录 在这个卷轴 这个卷轴 是用这个皮 用这个动物的皮 来当作纸 那这叫做 书 列宿 给手 列 nous吃 列 Superintendent 这叫做 列宿 基督的起誓啊 列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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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便 他写的这卷书 列宿了 列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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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as4aas0 & 3as1 这卷书的目的是要向历代的基督徒保证救主的同在 并且保守他们在这善恶大斗争笼罩之下的堕落 世界中经历每日生活的试炼 在本季学课中我们将深入研究这卷书 这卷书就是这启示录 我们要以广幻的视角极交预托的主要段落与课与体制 目的是使读者更加熟识本卷的重要主题 并能明白他其实是要彰显耶稣基督 这本启示录是要彰显耶稣基督 他的生死与复佛 以及他为他指明做大祭司的服务 我们知道大祭司的服务就是在天国的神殿里面 主耶稣是当这个大祭司的这个本分工作 是在这个神父在这个上帝面前 在那边就说跟神父请他宽恕 我们每一个人类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他的血 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来拯救了我们所有的人类 那这边说我们会采取以下方式远读词卷 我们研究启示录是基于圣经有其默示之功能 虽然书中的信息来自上帝 但这些信息却是以人类的语言传达 因为这个信息是主给天使把这个信息传过来 传过来给这个使徒约翰 那使徒约翰就记录下来 就用他这个人类的语言记录下来 是这样 那虽然书中的信息来自上帝 但这些信息却是人类 人类就是使徒约翰 是人类嘛 对不对 人类的语言传达 我们将采用旧约上帝指明 历史中的语言和意象 求来探讨约翰是如何传达这些信息 那这边说 仔细阅读启示录的语言 类似丹以礼书中的语言 这个启示录的语言和丹以礼那本书相似 就会发现用历史语言解释法 来理解语言的实现是正确的 因为这些语言的应验 仅扣着历史的进程 那从先知的时代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就说明了我们要不 要不就是不以 甚至这个以礼地从经文本身 挖掘出内涵 而不是将一个主观议定的错误理解 强加其上 那第三点这边说 启示录的组织架构 在很多方面 对其中语言的合理应用至关重要 对启示录的分析将基于该卷书的四种结构 那启示录第一章 第一到第三 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 二十二节 使用约翰时代 众教会的光景 来预言在不同历史 其中各教会的情形 第二就是说 启示录 它这个分成第四章 第一到第十一节 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 第十九节 使用了逐渐加入更多 细节的末世表号 从书或盖书 并建立教会的历史 那还有 启示第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十四章 二十节 是本书的题词 涵盖了从耶稣之前的时代 直到第二次降临的善恶之争 那启示录还有第四点 就是从十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节 单单计较于默示 启示录 启示录一言中 具意义的解释 必须要以基督为中心 这个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 真卷书是以基督的视角写成的 只有透过耶稣 启示录中的表号 与形象 才能获得 托门最终的意义 与重要性 启示录应许 那些读过或听见托的话 留心听从 并遵守其中 劝绝的人有福乐 这边是说 如果你读了 你听了 还有就是你听了 就去实行 这样的话就算是有福乐 启示录开篇就吩咐我们 要明白其中的教训 上帝宣布说 念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 其中所记载的 别忘了 念了也好 听了也好 可是还要遵守 还要遵守 那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日期尽了 就是主耶稣基督 的福灵进了 我们这般指明 一旦明白了 这卷书对于我们的意义 我们中间就会有一次大复兴 我们还没有充分理解其中的教训 尽管我们已经受命要查考和研究 这个凡艾伦所写的 这个凡艾伦所写的 那么这个 这个是导言 那请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课 这个字来自八摩海岛的福音 那这边说 一千九百年前 一千九百年前 使徒约翰被流放到爱琴海 中一个名叫八摩的小岛 他这个传教传教传教了那个 这个当时的政府是罗马 罗马的政府 那他们不高兴了 就把这个使徒约翰 送到这个八摩海岛 这个一个小岛 那很孤独的这个小岛 就等于把这个约翰 这个使徒约翰送到那边去 做监牢 监径在那边 那这个上帝 对他非常的好 上帝在他 他在这个小岛的时候 就得到这个预言 这边说 一千九百多年前 使徒约翰被放流到爱琴海中 一个名叫八摩的小岛上 在上帝 上帝在那里 向他借示启示录中的预言 他就在那个小岛那边 就得到上帝 给他这个启示这个预言 那这边说 那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 宣告那些念着书上预言 听见并遵守其中教训的人 都是有福的 那这边在说 而是因为他们遵守书上所吩咐的 他们得到祝福 那启示录中的预言 表达了上帝 对他指明的关怀 他向我们指出人生的短暂与脆弱 解释了耶稣的救恩 以及我们要将福音广传的呼召 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 上帝太好了 上帝就把我们当作他的指明 上帝非常的关怀他 关怀我们这个人类 那这个现在这个启示录 就要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 是非常的短暂 那这样的话 就给这个主耶稣 来当我们的救恩主 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 就给我们有这个未来的盼望 是这样 所以这个启示录 非常的重要的一本书 因为我们了解了启示录 我们就有这个盼望 那这卷书的标题 这卷书这边说 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说 称此书的标题为 耶稣基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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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这边说启示啊 这本这卷书是要大家来读 因为他的意思说 把这本书来打开 把这卷书来打开 这麽是启示所介绍的 正是耶稣基督 他既来自耶稣 也是关乎耶稣 就是内容 启示录的内容 来自主耶稣 也是关于主耶稣 虽然这书是上帝 是给主耶稣基督 给耶稣基督 但他却表明 耶稣也是其内容的焦点 内容的焦点 那启示录是上帝对子民的 自我启示 也是对他 卷顾的一种表达 这个我们读了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上帝对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 算是他的指名啊 那他上帝是非常的关怀 卷顾我们 是这样 耶稣是启示录的 灵魂人物啊 这个我们 在这个启示录里面 我们就要看 主耶稣的那个 的角色 那这边说 并且 以他为结束 就是耶稣这卷书 以他为起手 和为他结束 让丹一里书说话 让启示录说话 说明什么是真理 可是 不论提出 那一方面的题目 都当高级耶稣 为一切 希望的中心 他是大卫的根 这个耶稣 是大卫的根 才能够算是我们的救赎主 又是他的后遗 是明亮的成心 那启示录中的耶稣 同样也是四福音中的耶稣 四福音 四福音就是 我们有那个约翰福音啊 马太福音啊 路加福音啊 马可福音啊 这个叫做四福音 正如先前福音书中 所描述的那样 其思路寄随 寄随 耶稣以及他为其子民 做的救赎工作 其思路 着重的于 介绍他在世的生活 以及世工的不同面向 从本质上 从本质上说 托使于福音书的尾声 即耶稣的复活 以升天 那这边说 以使徒书书信 和西伯来书一样 其思路也强调 耶稣在天上的福事 就在那个西伯来书 也强调 主耶稣在圣殿 做当这个祭司 当我们的祭司啊 这个别忘了 西伯来和这个 启示录 这两本书 有强调 这个主耶稣 在神殿 当祭司 是这样 那么 这边说 他描述了 耶稣 福佛 升天后 耶稣福佛 升到天上 就在这个圣殿里面 当我们的祭司以后 就在天上的圣所中 支掌王权 并担任大祭司的职份 若没有启示录 或西伯来书 我们对于基督在天上 为其子民 做大祭司的工作 这方面了解 就会非常有限 所以这两本书 就对我们的了解 就了解说 主耶稣在圣所 做了什么事呢 是这样 那本书的目的 本书的目的就是起诉录的目的 这边说 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要展示 从本书篇写之 实算起 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就展示 展示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任何熟悉启示录的人 都会注意到 他对未来知识的预测 这个启示录 很多对未来的预测 要什么事情要发生 什么事要发生 所以对我们很有帮助 因为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未来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边说 圣经预言的主要目的 是向我们保证 是向我们保证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 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 所以这个要记住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要牢牢的记住 就是说上帝还掌控之中 启示录所员 所呈现的也是如此 在整个世界历史 以及令人惶恐的 末世大事中 耶稣基督始终 与祂的指明同在 这个一直都来 来保证说 耶稣会跟我们同在 从死到终 教导我们今日如何生活 然后预备我们迎接未来 就是启示录要得这个目的 要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生活 在这个目前这个世界里面生活 就这个生活呢 是准备未来 准备迎接未来 启示录就这样做的目的 是要我们深刻了解 未来所发生之事的原属性 以便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 对上帝的依靠 进而顺从祂 因为他们 逼使心里惧怕的人们 甘心奉上钱财 来支持他们 这个 这个 这个外面的人 叫做外邦的人 他们 他们大家都 都想要知道 未来 什么事情会发生 尤其是在泰国 在泰国 他们都很流行 去看这个 看首相 看首相给大家看 看说 你的前途 你的未来 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 人们的心里面 都想知道将来 什么事情会发生 可是我们 这个依靠这个启示录 我们知道 说 主耶稣会在 复灵 那么这个启示录的象征性 语言 这边说 这个 用表号 用表号指示 他的仆人 若翰 一个在 这里我们看到 一个在本书中 非常重要的词 用表号 他就是说 用表号 这词是 由希腊文 翻译过来 透过 象征 符号 表示 象征符号 表示 上帝 上帝 以那油 金银铜铁 做成的 象 为表达 这个是在 丹仪里 丹仪里 像 尼泊迦 美伯加尼萨 王解释说 这个 这个 就是 在那个 丹仪里 书里面 就讲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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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大 大 巨人 大巨人 不是 有 这个 有 这个 金银 铜铁 做成的 象 为表达 所以 这个 是象征 后来 必有 的是 就讲到 后来 必有 的是 给王 指名 这个 国王 梦了 也不知道 是什么 意思 也不知道 梦了 什么 靠着 丹仪里 告诉他 说他 梦的是 这个 一个 大 巨人 是这样 那么 梦了 还 给 这个 丹仪里 来 解 这个 梦 解 这个 梦 告诉他 这个梦 是什么 意思呢 这边说 他在 启示录中 所记载的 场景和事件 是以象征性的方式 在意象中 呈现 那 约翰 在这个 圣灵的 引导下 将他 在 预像中 所见到 一些 原原本本地 记录下来 这个 这个就 就靠 这个什么 圣灵啊 圣灵的 引导 这个 非常的重要 圣灵 没有 圣灵的话 他绝对 不可能 是要知道 将来 的事情 那 这边说 因此 在大多数 情况下 其事录中 所预言的 不能按照 其字面 意思来 解释 一般 在我们 阅读 圣经时 都会 都会 预设 从字面 含义 去理解 平常的话 在圣经 有很多地方 我们都可以 从字面 从字面 来理解 可是 启示录 就不同 启示录 一般 都是 都是那个 都是 象征性 都是象征性 那么 除非 经文 指向 字面 意义 都 需要 解读 其 象征 意义 虽然 所预言的 场景 和事件 本身 是真实的 但 通常 会以 象征性的 语言 来 表述 事实上 为了解开 其思路中 符号的 意义 我们 必须 牢记 大部分的 符号 都出 至于 旧约 圣经 那边 拿过来的 上帝 借用过去的 语言 描述 未来 是希望 我们明白 将来 他对人类 的救赎 就 如同 从前 他拯救 以色列人 一样 过去 他为自己的 子民 所成就的 将来 也不 也 必为 他们 做到 所以 要想 解读 其思路中 的 符号 和形象 就必须 先从 旧约 看 从旧约 因为 这些符号 很多 都是从旧约 接用过来 那 这边 讲到 神格 神格 但 其思路 并 非 专 为 他们 而 那个 这边 说 说 这个 两处 两处 经文 都表达了 一种 书信体 的 问号 这个书信体 的问号 就是 恩惠 平安 归于 你们 这些 都是在 这个 起思路 的 开始 就有 用 这些 智体 来问号 那么 这个 这个 从 这几段 经文 我们 可以 看到 恩惠 与 平安 的 的 是 于 这是 神性的 三个 位格 天父上 上帝 是 喜在 金在 以后 永远 在 永远 在 那一位 耶和华 是 他的名 我是 自由 拥有 的 这是 他的名 还有 气 是 代表 完美的 数字 气 灵 表示 圣灵 活跃于 所有 气 教会中 这一形象 表示 圣灵的 无所不在 以及 在整个历史中 过程中 他在上帝 指名中间 不断 供 不断 供 帮助 其完成 他们的 呼召 耶稣 耶稣基督 有三个 头衔 那 诚实 做见证的 从死里 首先 复活 为 世上 君 王 元首 的 这个都是 主耶稣 基督的 头衔 那 他爱 我们 在 希腊 文中 的 表 是基督 永不停 永不停 不停 写的 爱 他包含了 过去 现在 和将来 那位 爱我们 的神 用自己的血 将我们 从罪恶中 释放 就这样 那 启示录的 阻止 启示录的 阻止 启示录 诗言的 结论 结论点 明了 整本书的 真正 焦点 耶稣 在 全能 与 荣耀中 复灵 在本书的 总结中 也三次 重生 基督 将要 复灵的 应许 重复了好几次 关于主耶稣 复灵的 应许 所以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知道 说 这个强调 那一定是 会实现的 启示录中 历史 进程的 终点 就是 基督 复灵 它标志 做世界历史的 终结 以及 上帝 永恒 国度的 开始 以及 免于一切 邪恶 痛苦 疼痛 及死亡 的自由 同心悦的 其他部分一样 启示录 第一章 第七节 指出 基督在 全能 与荣耀中 亲自降临 是真实 可见之事 每一个人 包括 赐他的人 都将 见证 他的 他的 到来 这段话 说明 就在 基督 复灵之前 有一批 特殊的人 将要 服活 包括 那些 将他 定在 十字架上 的人 虽说 耶稣在 复灵之 之时 会将 拯救 带给 那些 等候 他的人 同样 他也会将 审判 带给 那些 活在 世上 却 肆意 灰 怀 他的 灵 免 也爱 的人 基督 复灵的 确定 信 以 地 却 这样 阿 我们 也许 看不到 说 这个 这个 主耶稣 基督的 复灵 是多么的 真啊 真实啊 启示录 结论 结论 结论点 明了这本书的真正焦点 耶稣在全能与荣耀中 复灵 啊 还有就是说 在其事录中 历史进程 这边 我们 已经 讲过 那 治 治 救主 啊 不 不 福灵 啊 搬 搬 不 福灵 的 这个 应许 其今 已经 一千 八百 余年 经过许多世纪以来 他的话 与 遗失 他忠诚 信徒的心 中 充满了勇气 这应许 至今 三位 应验 虽然 那 赐生命者的 声音 三位 将 沉 沉 睡的 圣徒 从坟墓中 唤醒 但他所 讲的话 依然 是 确实 可靠的 上帝 将按照 自己的 时间 履行 他的 承诺 如今 已经有人 被感 疲倦了吗 当我们 离永恒 世界 如此 禁止 我们 是否会 失去 对信仰的 坚守呢 还有人 会说 那 圣神 遥不可及吗 绝不 再过不久 我们将要看到 王的勇美 再过不久 他 要 插去 我们 眼中的 泪水 再过不久 他会使我们 无瑕 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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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欢 喜喜 站在 他 荣耀 之前 是这样 所以这个课本 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 就给我们 知道说 这个启示录 是主耶稣 基督的 焦点 还有 就是说 这个启示录 使我们 能够 知道说 将来 会有什么事 会发生 给我们 在这个生活 在这个世界 当中 做一个 好好的准备 准备 那个日子 就是主耶稣 基督 会 来复灵的 那个日子 是这样 好 谢谢大家 下次我们 再来 演读 第二课 再见